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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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愛可以永遠不變 什麼樣的情可以經得起考驗 法國作曲家筆才他最著名的作品卡門 他是取材於法國作家梅里妹的同名小說 那他的故事內容是在描述出生在農家的士兵唐和賽 在吉普賽煙草女工卡門的誘惑之下墜入了情網 成為總事犯的他最後在情場鬥爭失敗 一無所有而親手殺了卡門的故事 這部作品在首演的時候 其實他的題材被認為過過於的低俗 再加上歌劇裡面的樂曲並不符合傳統的規則 那被視為是新潮的音樂 所以不被觀眾所接受 最初的演出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成功 卡門的首演失敗 以神童著稱的筆才 他因此就是一蹶不振 因為受不了打擊 他一病不起 三個月之後他就過世了 但是諷刺的是 卡門後來重演 而這天正是筆才出病的日子 那這部作品居然還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歌劇作品之一 許多的音樂家 比如聖桑 台可夫斯基還有德布希等等 他們都給予這部歌劇非常高的評價 在2011年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劇院所演出的卡門 導演畢也托他以簡單 但是效果非常好的布景還有象徵性的道具 營造出一種感性逼真的氛圍 然後由當紅的男高音阿蘭妮亞所飾演 充滿了激情 而且有暴力色彩的男主角唐和賽 當他演唱著著名的勇嘆調花枝歌 讓觀眾深刻的感受到唐和賽他對於卡門的迷戀 也就是他對於他演出的演員 而在舞台上他總能夠完美的詮釋卡門的風情萬種 他的舉手投足之間加上他獨特的魂厚的嗓音 總是能夠成功的抓住觀眾的目光 由這些優秀的歌手所演出的這部作品 成為了近年來最具代表的演出 我是蔡云軒 我在月迷199